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隨著網絡普及 電腦瀏覽器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可以給公眾快速、輕鬆閱讀網站資訊或完成工作 而目前瀏覽器的種類非常之多 各有優缺點 消費者應該怎樣選擇? 不同瀏覽器如何影響大眾的消費模式? 其中又有什麼安全隱憂需要註現? 今晚的消費點滴 我們請到這方面的專家和我們詳細解釋一下 微軟公司自千禧年代 開始將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 安裝在Windows作業系統 曾經一度成為業界的龍頭 但之後隨著Firefox及Chrome等興起 Chrome已經成為市佔率最多的瀏覽器 可以給資料進行同步 並且支援各種應用程式及Google帳號 專家表示這類瀏覽器會影響民眾的消費模式 有時你會看到 你可能早一兩天去過某些 網絡商店 可能去過某些類型的網絡商店 例如你想買日用品 或者你想買某些時裝 然後你去別的 例如Facebook或Instagram 它會彈出一些Ads 是完全關於你之前去過的 即是你想買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你的Privacy 已經暴露了給那些搜尋 中間它其實是拿了你很多 關於你自己的上網習慣 或者你去過哪裏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一些可以identify你的data 甚至乎它種入了那些 Advertisement 那些廣告 那它都會有拿你的data 而早前微軟公司宣布 由11月底開始 Windows作業系統 將停止支援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 並且由Edge取代 但是專家認為 它會將用戶硬體資訊 傳送到後台伺服器 更加無法在瀏覽器關閉該功能 所以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人幼 如果Edge是跟所有Windows機 都會是裝置了 那所有Attackers 或者有能力去攻擊Bowser的Hacker 所以它一定會先攻擊Edge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成功找到一個流動 去散播它的病毒 例如裝一些Mailware 裝一些Trojan 或者裝一些Zombie 那一定是Edge的回報最大 所以Edge一定是一個 Internet上最大的目標 如果你是Bowser的角度來說 至於新興的Brave和Tor瀏覽器等 成立的目的就是 令消費者在瀏覽網站時不受干擾 首先它可以做到一般Bowser做到的事情 例如它是Block一些Mailware Block一些釣魚網站 Fishing site 或者它Block了一些叫做 我剛才所說的 找你Grab你Data的Advertisement 甚至乎那些Check Cuts 即是那些Check著你的Status Check著你的行蹤 那些CheckCuts 它會Block了它 拖這個Bowser 它其實是有一個方法 或者是它自己本身去駁去網站之前 它會將你彈來彈去 是會V來幾個不同的Server 最終才去到你想去的網站 是的 所以在背後的System Admin 或者Network Admin 都不知道你去過哪裡 好了 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裡